治療便敏的方法 第一要注意的是减少接觸致敏丸 首先要由家做起 相信很多家长都会 常常帮自己的小朋友床单、皮泡 常常帮他们洗,帮他们换 但要留意,如果你们洗床单皮泡的时候 最好可以用六七十度的水温来洗 因为这个温度才有效 可以杀死这些层埃满 减少他们的数量 除此之外,小朋友最好减少不要玩毛公仔 因为毛公仔里面 都会有很多层埃满积序 很容易引起敏感的 如果真的要买毛公仔的话 最好可以买一些可以放在洗衣机洗 同样在洗的时候也要用六七十度的水温 至于冷气机的隔层浓 也要很勤地清洗 家里面最好不要养宠物 如果真的小朋友很想有宠物的话 烏龟和甘鱼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除了这些之外 譬如如果是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 又或者是花粉的季节 出街的时候当然要戴口罩 这些只是减少你接触致敏缘 但始终我们日常生活里都吸引不少 所以另一个治疗方法 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盐水洗鼻 其实我们只是用生理盐水 每日两次或者三次 帮鼻膏冲洗的时候 第一可以洗走我们吸进去的致敏缘 就算你吸进鼻膏里面之后 你也可以洗出来的话 你的病症也会减少很多 第二样东西是洗走鼻体 洗走鼻体的时候自然减少倒流 亦都减少令小朋友塞住 鼻的痕氧感觉都可以控制 而最好的一样东西 因为其实盐水是天然的东西 很多家长都不想小朋友用药物 所以这个方法很多时候 都挺有效可以控制到鼻敏感 如果用了盐水洗鼻 但是小朋友都会有黑痴鼻水鼻塞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通常这个时间 我们就会处方一些药物 所谓的鼻敏感药 其实鼻敏感药 就是一些我们叫做抗组绩胺的东西 这些抗组绩胺 其实就可以很有效地 减少鼻水 通鼻塞 可以控制痕氧 现在来说 已经有很多新的抗组绩胺 第一样东西 不晚睡的 所以小朋友就算吃了之后 都不会影响上学上课 会睡着觉 大部分市面上的抗组绩胺 吃了之后 每天需要吃一次至两次 所以只要有病症的时候 就可以控制到病症 如果病症用了抗组绩胺 都不能完全控制到 又或者是发觉小朋友 每一天都要吃 即是鼻敏感问题 就严重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医生就会处方 雷固醇的消炎噴鼻劑 很多家长就会很担心 一听到雷固醇 这个字 就会有很大反应 会不会对小朋友 影响他的生长 发育 或者其他 其实已经有很多医学研究报道 发觉大部分的雷固醇噴剂 其实都不会影响小朋友的生长 也都不会减少他的抵抗力 也都不会令到鼻膜变薄 相反来说 世卫也有个研究报道 最有效 可以控制治疗鼻敏感的药物 其实就是雷固醇噴剂 所以如果你的医生 提议你的小朋友 使用雷固醇噴剂的时候 不妨可以大胆跟着他用 也都可以帮到会小朋友的